以单样成和难改正的六大恶习 唱歌发生的六大恶习 看看你有没有 一 头位不正 唱歌时候呢 习惯这个头歪 像这样 啊啊啊 头歪 这样呢就会使猴外鸡牵扯 声带会受损 刚开始学唱歌的时候 要重视正位 把头放正 通道才能顺畅 这时有朋友就会说了 这个唱歌好的人躺着都能唱好 其实你可以体会一下 这样歪着头 歪着 拧着去唱 去感受一下 之后再感受头正 身体正 这样去唱 你可以去体会一下 声音就完全不一样的 第二种是过度仰头和过度低头 如果刚开始学唱歌 猴头不稳 可以微微低头 这样去辅助 只能当辅助 不能过分的去低 还有就是过度仰头的同学 猴内肌拉扯 紧张 猴头上提会影响高音的发出 要改正 第三点 下巴前倾 头前倾 造成下巴紧张 造成下巴使劲 下合肌呢 紧张 这样还会导致舌根音过重 舌根音过重 注意下巴要放松 教给大家一个方法 就是 下巴可以微微往后缩 这样 不要往前倾 一定要往后缩 牙关打开的时候 下巴也是微微往后缩 而不是 下巴往前 有点地包天 很明显就能感觉到我们下巴放松了 下巴前倾和头前倾一定要改正 就会放松了 下巴 下巴 下巴